二日直播銅板美食特別企劃 花蓮在地銅板美食 GO 謝謝 阿姨 喔 謝謝 阿姨會放在上面的話 所以說這個要拉高 OK 好 OK 好 這是在地人推薦的冬瓜檸檬茶 有沒有很消暑 很消暑 而且很解渴 很解渴對不對 這他們其實很推薦 那他們除了冬瓜檸檬 他們還有那個檸檬愛玉 也是大家都必點的 它愛玉很Q 嗯 那它的檸檬也不會說是那種酸到 是很就是很嗆的那種酸 是很溫和的我覺得 這兩個很好喝 嗯 好喝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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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已經來到了第二家的銅板美食 15元豆花 它的那個豆花其實是古早味的耶 手工製的 所以它就是會有一點綿密型的口感 15元這麼大碗 是不是CP值很高 嗯 真的 多吃多吃 豆腎味很重 對 豆腎味很重 很厲害喔 專業的喔 很順口 對 好的 這個就是第二家的銅板美食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在哪裡的話 也可以上Googleman 輸入15元豆花就可以找得到了 好的 我們趕快去下一家吧 GO 一來到這啊 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隊了 這家店很厲害的是 它的蔥油餅炸得很酥脆 再加上蛋白帶有點焦香味 吃起來超香超好吃的 提供我們情報的花蓮人張小姐推薦說 一定要加點店家特有的辣菜脯 哇 沒想到辣菜脯那種微辣又帶點清脆的口感 真的很想一口接一口的吃耶 最後一件我們要分享給大家的銅板美食 就是慶豐水煎包 以及各層層剛出爐的 來 我們先吃吃看 我們買了各依一個韭菜 一個倒地菜同類的 欸 我覺得啊 我這個韭菜的 整個韭菜香氣從嘴巴裡串出來 而且它的那個內餡很多 滿滿的都是韭菜 重點是 莉安 我告訴你 這個 你的只要十塊 超便宜 所以我們今天分享的銅板美食都是 一百以內遊走 棒棒 所以我們要來 隆重的感謝一下 在地人張小姐的那個提供推薦好不好 真的很棒的那個銅板美食 嘗到花蓮在地的美食 對 真的 太便宜了又好吃 CP值非常的高 謝謝張小姐 謝謝 好的 今天吃過了 這麼多花蓮在地人推薦的銅板美食以後 莉莉安 我來考你一個問題 你還記得我們今天吃的哪些小吃嗎 清風水煎包 十五元豆花 清風老爹 蘸乾 蘸蛋 蘸油餅 欸 你記性很好欸 可是啊 其實還有一家也很推薦給大家的 這是什麼 就是龍鳳豚 它沒開 那個超好吃的 因為我們之前來花蓮看景的時候有吃 所以非常推薦給你們 今天就是我們要分享給大家的花蓮在地同班美食 有機會來花蓮玩的話記得也可以來品嘗看看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跟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22直播的YouTube頻道 好事好玩盡在22直播喔 我是葉琳 我是莉莉安 下次見 掰掰 我是莉莉安